第一個啦,一定要學會 所謂的這個OS的這個模組裡面的 這個是input後面一定是個模組,一個module OK,那這個module的話呢 其實在那個python裡面一堆模組啦 可能還是要在... 你可以查一下那個官網上面 其實它有列入一堆模組啦 那我從裡面找到一個OS 那OS顧名思義它叫operationsystem 就是跟那個作業系統有點關係的 其中呢,我查完發現 它其實這個OS.work的這個方法 它會吐回來三個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會回來return三個東西 所以呢,我就要用三個變數去接它 所以前面這三個變數呢 都是我自己取的名稱 OK,所以這個名稱你如果不叫root 你叫r也可以啦 你不叫dirs 你叫dir也可以啦 只是說呢 剛好我們這個root 實際上這就是它的目錄名稱啦 這個是... 在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個指目錄啦 目錄裡面還有指目錄 那關鍵的地方是這個 在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個檔案 其實就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路徑 剛剛是給它一個檔名加副檔名 後面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路徑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話多一個小r 這個小r作用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不加那個小r的話 我看一下這邊會不會出錯 這裡好像也有...有時候會出錯 有時候不會出錯 所以print什麼? print我們剛剛list1嘛 把這個裡面的目錄裡面 所有的檔名和副檔名給我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沒有出錯那就不用小r 其實理論上為什麼要加這個小r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用這個反斜線的話 因為它是需要...它是一個拖曳資源 因為這個反斜線其實是保留資源 理論上應該是就像那個反斜線N有沒有 反斜線單以號應該要加兩個才 可是問題奇怪它就沒有出錯 那兩個也可以 所以如果假設 以後呢 如果你這個反斜線不要加兩個的話 你有個方法 前面加個小r 那就表示說呢 你後面的反斜線都不需要拖曳資源 OK 這個第一個 好那你可以看到它突出 25個檔名加副檔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這25個檔案合併在一起 那我可以怎麼樣 寫個回圈嘛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在for回圈裡面呢 再加一個for回圈 意思是說因為我主要是 這個for回圈呢 是取得什麼 取得所有的這些檔名 那這個for回圈呢 是要把這些所有檔名 分別拿來使用 那怎麼使用 我這個使用的方法是 從它0三重 一直到它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f3 有沒有 那幫我做什麼呢 把它裡面的檔案一個一個打開 所以打開的方法一樣 在D冒號斜線的全省郵局地址 一樣喔 加個小 可是如果你將來後面要串接 一個檔名跟副檔名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有串接的行為的話 後面的這個投益資源 那就不能少掉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你一個好像我記得會錯 一定要再加一個 因為你後面這邊有串接 如果沒有串接不用 那當然你有串接的話 記得喔 後面這個地方 一定要把它恢復成 原來的一定要推資源的型態 那就是先抓什麼 抓低疊的全省郵局地址 的三重.tst 有沒有 把它做什麼 open 讀取 那讀的話後面就全部讀取 那我把它讀到前面這個變數 讀到c好了 ok 讀到c之後的話 然後呢 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就把它 再把它寫出去 讀到c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就換了一個物件名稱 前面叫f 後面我叫fw 就是寫出去 兩個把它分成不同的這個物件 然後呢 再把它寫到低疊底下的 這個o.tst 那記得喔 這個寫出的模式 記得用a模式喔 ok 如果你用w模式 我剛剛講過 會複寫過去 那再來的話 然後呢寫出去了right 把這個c 三重裡面的東西 把它寫到什麼 寫到o 不過喔 特別注意喔 因為三重的這個檔案 它本身裡面怎麼樣 打開之後 它最後面呢 它沒有換行 所以呢 如果假設你把它寫出去的話 這個最後一個不是換行 它是一個空白 所以你寫出去的話 變成中立 它變成它會到它的下一行 它沒有換行 它沒有換行 所以為了要讓它可以 換行的話 那我就乾脆加兩個換行 比較明顯 那又不加的話 假如我這邊不加這個 把它寫出去的話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 我是把它放在低疊底下 喔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如果三重喔 等一下 我先做一些 做一個動作 我先把它刪掉 重來一下 重跑 然後再開的話 你會發現喔 三重的部分喔 有沒有 中立在這裡 那如果兩個的話 我剛剛就增加了兩個的話 那就會 有沒有 換行換行 但是喔 可能跟各位講一下 這可能要手動把它刪掉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刪掉的話 因為是A模式 會一直刪下去 對 所以理論上喔 應該 先要做防呆 我剛剛在想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檔案存在的話 那就把它刪掉吧 可是它不像VVA會無限重複對不對 無限重複 就是它本身在 然後它直接等於自己 對 因為我沒有放在裡面 如果是放在裡面 就會一直自己又讀自己 會無限重複 會啊 也是一樣啊 所以喔 要防呆 所以我把它放外面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檔案存在的話 就刪掉 其實OS裡面也有這個方法 OS裡面有一個叫AS 如果你這個檔案存在的話 那就把它刪掉 那當然因為我們現在還沒講到 所以我就手動刪 好 那最後的話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 看到的這個 裡面的話 下面就不會了 而會是換行 再換行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兩個換行 其實我埋下伏筆 為什麼呢 因為喔 我們可以分割 後面呢 可以合併的話 就可以把它分割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後面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當我all.tst做完之後 把這裡面的全審郵局地址 全部把它刪除掉 然後呢 再另外反過來 就是呢 後面一道題目喔 請你把all.tst 再把它分割 回原來 就是說一個 有沒有 一個section 然後再存一個檔 寫回去 寫回去 有沒有 一個 有沒有 有可以分也可以合喔 哇 那這樣就很方便了 所以以後喔 而且我是覺得 python厲害的地方 程式真的不多 非常的簡短 有沒有 寫出去 close 合併完成 光看到這一點 我都覺得 感動耶 如果以前用java來寫喔 寫半天 還沒寫完耶 寫這樣子 Java才是開頭宣告完畢而已 對不對 這個已經寫完了 OK 那你說vba有沒有寫 vba好像也有比這個 還稍微複雜 OK 所以 用這個來處理檔案 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第一步 那後面的話 我們會再講說 防呆部分 如果檔案存在 怎麼刪掉 OK 另外 下個禮拜再來看 如果我希望合併完之後 把舊的25個檔砍光光 然後再把一個檔 再分割成25個 再把oh給刪掉 就是有個循環 有沒有 OK怎麼做 可以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基本上 程式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因為之前本來我已經做好了 然後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再把它 就是 改成分割 我說 可以啊 但怎麼寫 想想看吧 後來就想 寫 好像蠻簡單的 程式雖然比 比合併稍微困難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如果用地址來判斷的話 就比較容易 用什麼 都很好 但最後最重要的是 很多種方法 但是你一定要想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千萬不要想一個最複雜的方法 對對對 所以我最後歸納了 反正程式最短的人就留下來了 太長了 就把它一律捨棄掉了 是 因為老師 你剛說